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头摆娃娃当作装饰 但是如果摆太多 难免会有点可怕 过去就有杂志票选出了世界十大的诡异景点 其中之一就是在墨西哥的鬼娃娃岛 这里头顾名思义小小的一座岛上 有着超过一千个的娃娃 缺手缺脚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不过这些娃娃是打哪来的呢 原来在50年之前 岛上有一个居民在河边发现了一个溺死的女孩 只好她说自己被女孩的灵魂给承受 所以只好开始收集娃娃 希望可以分散女孩的注意力 但是诡异的是 只好她被家人发现 沉湿在当初发现女孩遗体的河边 还有许多的观光客 来到这座岛上之后 都陆续碰上怪事 难不成是女孩的灵魂 还留在这个地方吗 搭乘小船漂流 河岸两侧立于盎然轻松惬意 但再继续往前深入 才能达到这一趟旅行的目的地 传过迪爱的入口 映如眼帘的就是娃娃 满坑满谷的娃娃 挂在树枝上 定在建筑上头 而且外观都不怎么淘气 缺手缺脚残破不开 布满灰尘脏污 有的上面爬满虫子 或是照满轻拍 光是被这几百几千只娃娃盯着看 就够毛骨悚然 但这些娃娃背后 更有的诡异的传说 为什么小小一座岛上会有这么多娃娃呢 先把时间往前拉五十年 那个时候还有零星几个居民 住在岛上 那时候还是个普通的小岛 有个名叫朱利安的人 在河边发现了一具女孩的遗体 从那天开始 一切全变了调 据说每到深夜 朱利安就会听到女孩 痛苦的喊叫声 或许是年纪轻轻 就失去性命 心有不甘吧 自此小女孩缠上了朱利安 她不堪其扰 想出了一个办法 朱利安开始搜集玩具 把她们挂在岛上的每个角落 希望这些娃娃 可以分散女孩的注意力 然后50年 他继续在这些娃娃里 所以我们找到了小小窗 我们只是围围 就是男性小女孩灵魂喜新厌旧 娃娃玩一玩很快就腻了 所以只好不断寻找新的 久而久之就成了我们 现在看到的娃娃道 Oh my God 据说朱利安从开始收集娃娃之后 就不再与人交流 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 和岛上的娃娃一起吊念过世的女孩 不过巧合的是 在2001年朱利安被人发现 城市在河边 可怕的是 她被发现的位置 就是当初女孩第一次的地方 在朱利安过世之后 贵娃娃岛变成了一个观光景点 很多胆子大的人都想来这里 一探究竟女孩冤魂不散的传说 而这里也被列入全球十大恐怖地点之一 当地人相信这些娃娃可以避邪 不过也有登岛的游客会声会影地说 看到娃娃会在晚上自己动起来 传说来到这座岛上的人 都必须带小礼物来奉献 否则就可能被女孩呈上 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 这不过就是当地居民 想出来的行销手法 为了促进观光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 还存在着许多关于贵娃的恐怖传说 带着朱链捧着花束 新娘娃娃满身贵气 但就在卡梅隆跟带帝夫妇 花了五英镑把她买回家之后 全家不得安妮 不只是男主人的腿 无故出现伤痕 家里的警报器也曾在半夜启动 女主人更曾在凌晨时分 听到地板传出纱裙脱地的沙沙声 还有高跟鞋的走路声 夫妇两下到把娃娃放上一备拍卖 从25英镑起飙 当地电视台得知娃娃的存在 请她们上节目 却也遇到怪事 我们会买她的 因为她看起来比较5公斤 我买她的手机 带笔话都还没说完 坐在摇椅上的新娘娃娃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摇动 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 也吸引了超自然爱好者 李史提斯 势在逼得 花了866英镑雕像 还炫耀式的在脸书开箱 没有想到几天过后 54岁的父亲手上 也出现了不平抓痕 鬼娃新娘似乎对已婚男子 有股昏明的怨恨 讲到人型娃娃 几乎家家都有 有些人特别喜欢 到跳蚤市场 寻找老娃娃 但常常传出 回忆事件 没有生命的娃娃 说动就动 说不吓人 是骗人的 尤其是小女生 总把巴比娃娃当成姐妹 这名讲着西班牙语的小女孩 家家酒正玩得起劲 突然听到爸门叫喊 有点不情不愿 再看一次慢动作 手上的娃娃突然转头 别说是小孩了 就算是大人都会被吓破单 但不是所有娃娃的 淋漪事件都走恐怖路线 英国一名38岁的妇人凯伦 在帮七岁女儿庆生的时候 意外在后花园拍到 一双半透明像娃娃的腿 透过另外沟通 得知这个小女孩 名叫沙拉 她袭击而泣 约着正式她帮另外一名 夭折的双方胎女儿 取的名字 不论是巧合还是冥冥中的力量 都让为人母的心中 穿过一丝暖流 但是全世界种种的诡异传说 让许多人对娃娃 还是敬而远之 感谢观看